哈囉,大家好,我是Calvin,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不知道你有沒有很多的照片或密碼呢? 其實我本人有很多的網站或是軟件的照片和密碼 但是我會經常忘記,所以我會把它放到一個Excel文檔裡面 然後呢,我再加密,然後每次當我忘記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會再去這個Excel文檔裡去找我的用戶名和密碼 所以今天這期要和你分享的是 英文中各種密碼的使用方式 第一,銀行卡的密碼 OK,第一個,銀行卡的密碼 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張銀行卡 無論你是在外面取錢或是購物消費 這個時候我們都會要輸入這張卡的密碼 注意注意一下,千萬不要用Password Pass是表示通過,Word是單詞 輸入單字來通過驗證 它是表示密碼的意思 但注意一下我們的銀行卡的密碼呢 一般是由一連串的數字組成的 像這一種的話,在英文中我們一般用的是 Ping number 所以當你在購物或是消費的時候 收音員可能會跟你說 Ping number please 這裡是說讓你輸入卡號的密碼喔 OK,那什麼時候會用Password呢? 注意一下,Password一般是由數字字字母或是符號 組合在一起的這樣的一個密碼 比如說你在某個網站上註冊的用戶名和密碼 一般都是用Password 或者是你手機上的一些APP裡面的 登錄的用戶名和密碼 也都是用這個單字 那注意一下用戶名的英文是 User name User是表示使用者 Name是名字 User name也就是用戶名 那相對的密碼也就是Password 那另外注意的是 當你去註冊網站的時候 你會發現 有的網站的註冊用的是Sign up Sign up也就是註冊 那註冊完之後呢 你可以Sign in也就是登錄 如果你要退出的話 我們可以用Sign out 但是有的網站呢 會用另外的一個表達 比如說 Log in或者是Log on 這兩個意思都是一樣的 都表示登錄 那相對的退出也就是Log out 或者是Log off 注意一下它一定是相對的 如果這個網站用的是Sign in的話 那它一定是Sign in 或是Sign out 如果這個網站用的是Log 那它肯定是Log in 或者是Log out OK 那麼總結一下 如果你是蘋果手機用戶的話 你開機的時候 輸入的解鎖密碼 就是PIN number 因為它是一連串的數字 那如果說你要購買某個軟件 或者是你要去訂閱某個服務 這個時候你需要付款 你需要登錄的應該是你的PASSWORD 也就是你的密碼 OK 那除了這兩個單詞之外呢 英文中我們還會用另外一個密碼 也就是CODE 但注意一下CODE 一般是表示代碼或者是編碼 一般在程序上用的會比較多 但是生活中我們也會用 最主要的場景就是你的Wi-Fi 那相信每個人每天都會使用自己的Wi-Fi 來去上網或是看視頻 那注意一下Wi-Fi密碼我們可以說 Wi-Fi CODE 或者你可以說 Wi-Fi PASSWORD 這兩個單詞都是可以的 比如說你想要知道某個Wi-Fi的密碼是什麼 這個時候你可以說 What's the code for the Wi-Fi 或者你可以說 What's the Wi-Fi password 這兩個表達都是可以的喔 那如果說你不知道這個上網的密碼是什麼 可能你要去尋求一些大神來幫你破解 你要破譯這個密碼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用 crack這個動詞 crack是表示破解或是破譯的意思 比如說 Can you crack the Wi-Fi password 你能破解這個Wi-Fi的密碼嗎 OK 最後一個我們要看到的是密碼鎖 生活中最常見的應該是在行李箱上 每次你要去旅遊或是出差的時候 你會把自己的東西打包好 然後放到這個行李箱裡面 之後你會用密碼鎖把它鎖起來 那有的人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個習慣 有的人可能沒有 這裡的話我們用 Combination Lock Lock是表示鎖的意思 Combination是指合併的 因為它的那個數字和開關是併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 Combination Lock 也就是我們說的密碼鎖 The man is carrying a briefcase with combination lock 這位男士呢 鞋帶了一個有密碼鎖的公文包 好的 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區補充和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點讚和分享 新聞小貼士會不定期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或者是關注我的頻道 我是Calvin 這裡是IT新聞教室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